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们说好了 以后要一起走 请乖乖交出你的心 和你所有的相秘密 我们的爱情 要保持清澈透明 你给的爱是最好的 我一定好好保护着 我们说好了 一起幸福的过 你是我的Vitamin 你是我的Energy 我们要一起去找你最佳情侣的默契 等稍退一点再走吧 多谢你的好意 巫女操心了 你可真自私 什么 老婆都病成那样 你自尊心还那么重要吗 你没看叶欢迎现在发着高烧难受的药死吗 因为你的自尊心你非得带她走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给她吃过退烧药了 一会儿应该能退烧 你等她好一点再带她走吧 你要觉得别扭我走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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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已经没事了 不用担心 我爸说回去接他的 你真的没事吗 真的不用去医院 我得赶紧换掉这身衣服 回家吧 你刚才为什么 突然要对金永健 发那么大的祸 他针对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不是因为他故意气我而生气 我是看你穿着他的衣服 我就来气 是 如果是因为我才挂电话 那还是接吧 第一 第一次 不是你的初恋吗 西城哥 喂 西城哥 佳人 我先挂了 我现在和我太太在一起 以后不要随便接我电话了 你这么做 会让两个人都很难受 好 先休息一下吧 嗯 喂 老公 今天有急事 抱歉 已经到了吗 我在做必超 宝宝还很小 很健康 嗯 嗯 现在你不是一个人了 要注意身体 爸爸现在非常的开心 给爸爸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吧 我知道 我待会儿打给你 我 现在在医院 不是说在医院吗 吓我一跳 出什么事了 你以前从来不会挂我电话的 西城 你整个人都变了 佳人 我们不要再感情用事了 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两个人之间 是因为有了叶花莹是吧 你不是跟她假结婚吗 是没有感情的 像我一样 佳人 是吧 我真的很自私是吧 为了自己的野心 嫁入豪门 心里却还一直放不下你 佳人 太危险了 快下来 就算我嫁人了 你也会一直守护着我 但自从叶幻莹的出现 你整个人都变了 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佳人 都这边来 快点 现在 我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连你也失去 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佳人 危险 你 我答应你 不会让你再受到伤害了 不要再这样了 佳人 不管别人怎么说 不管我们俩会变成什么样 你总是那个陪伴我走过人生最快乐时光的人 但是 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那个时候 我们虽然 承诺永远要在一起 但是现在 已经不能兑现了 将人 哥 我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想要问你 做大事要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都很纠结啊 那当然 纠结的时候还少吗 你看我现在要发个专题 可新闻图片是用这张好呢 还是用那张好呢 我打一个比方 比方说 有一件事 在良心上是过不去的 但是为了前途 你又不得不昧着良心去做 你说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菜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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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良心啊怎么决定啊 你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你呢 你就听我的 我怎么说你怎么做 你 难道你又拍到什么好东西了 我说啊 你能一年三百六五天都保持这么现实 我也是醉了 那就是拍到了 拍到严锡城了是吧 但是这件事可非同一般 这张照片如果爆出去的话 可不仅是损害严锡城形象这么简单 很有可能会让他 一蹶不振 永远不得翻身 比够就是这个 我想要的就是这个 还有 还有一个小孩 什么呀 不是 一个一个了 那天 我在酒会上 看到一个女 我喜欢这个故事 终于快到明天了 明天朴师利大老板的化妆品店 就要开张了 咱们得去搓一对 搞个派对庆祝一下 正好欢迎大病初遇 补补衬身子 来 为了我们朴师利女士的化妆品店 明天成功开业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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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开业的时候 你们都得给我打扮得喜轻点过来 听见没有啊 不能忘了 咱们两个人忙活就行了 干嘛折腾孩子们呢 小破店开业就甭来了 咋不用来啊西成特地 广告宣传有多重要 你懂不懂啊 俺儿子是颜西成 俺儿媳妇是叶欢迎 他们不来跟俺助阵 难道要你这个糟老头子 站在门口给吆喝不成啊 放心吧妈 明天 说什么也会过去的 大明星你是形象代言人 肯定要来的对吧 我的广告费有多贵你知道吗 仅此一次啊 你这 在别人床上还拿着别人的剧本 你要干嘛 说那么多剧本有什么用啊 你选不说个好的 这是我自己的事 用不着你操心 赶紧出去啊 演技不好的话 就要选个好的剧本嘛 你要听大家说 你是花瓶到什么时候 年纪也不小了 下一个剧本 让我帮你选吧 管他们说我是花瓶 还是别的什么 关你什么事啊 快点还给我 好 现在开始 才是真正的帕尔爹 今天是你出道七周年的日子 好好庆祝一下吧 我们像是每秋季的两颗星球 注定要继续漂泊 不想看得可以激励 我变得沉默 我变得沉默 却又怕被结穿 所以装洒脱 我变得沉默 在va11A上 ендress 5 你自己选择 你不记得 我变得在 casa 内衬针 仙妹 快快 来来 干什么呢 又没有灯光 开灶 是店铺宣传弄的照片 笑话不出 看 看 这是主打商品 这次可真是个大人物啊 那边 那个帅到没朋友的男人 是颜锡城吧 是吧 我的天哪 我心脏快跳出来了 别轻举妄动啊 可别耽误我的大买卖 对 对方可是大明星颜锡城的妈妈 在大买卖成功之前 绝对不能出叉子 你真是 俺去趟银行 你先自己好好看店 辛苦啦 锡城的爹啊 你可得看着路啊 这儿你不熟 你不像我 我是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的 知道了 路上小心呐 路上小心呐 您可是开业后的第一位顾客呀 欢迎光临 快请进 请问先生有什么需要吗 我能帮到你什么啊 现在国内女演员都流行用哪些品牌啊 得给我们在好莱坞 拍大片的女演员们买几种带回去 好莱坞女演员啊 那我就挑我们店里最畅销的几款产品 拿给您看看怎么样啊 这个啊 这个啊还有 这个啊 这个啊 哎呀 怎么会啊 什么怎么会 这怎么了 近距离一看 我自从在一九八八年发现王菲菲之后 就再没见过 这么有气质的女人 在这儿工作简直是鲍天天物 啊 我我长得像王菲菲 我没听错吧 不不不 是比王菲菲更加的有潜力啊 这么的有明星相 我怎么才发现呢 这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话 我到城里之前早就听烦了 不稀奇了 我呢 就是遍寻全国各地 寻找那些可造之才 通俗的讲就是星探 不知道您听说可没有 是说星探 星探吗 是啊 哎呀妈呀 我真高兴能见到你 很高兴见到你 媳妇啊 是我 我得去做做皮肤保养了 你帮我预约一下顶级护肤套装吧 我要那个一线演员专用的那种 知道吗 欢迎啊能问你个问题吗 不是已经开始问了吗 俺本来啊是不想唠叨你的 不过就想问问 程家后你给俺家西城做过饭没 没有过 那你给他洗过衣服没有啊 洗衣服的事助理管着呢 以后这些事也不打算做吧 对啊 那么我就提个要求可以吗 不管啥时候 你要一直像现在这样美丽地 留在俺家西城旁边 行不行啊 这两天呢 俺瞅着西城看你的表情 那个美啊 总是不由地看着你 反正啊 俺家西城看起来非常幸福 俺也非常开心 他用那种眼神看我 真的吗 可不是嘛 不光是俺家西城 就连西城他爹也是啊 其实啊俺也是 虽然有时候看不惯吧 但还是很喜欢你的 你们喜欢我漂亮是可以 但也别太投入了 你不知道吗 演艺圈里的夫妇离婚 可是家常便饭 咋了这是 才结了没多久 这么快就要离啊 不过该离的时候就得离 谁离了谁不行啊 有啥了不起的 今天你请客吧 这咋这么贵啊 你还没有放弃吗 你选作品的基准是什么 相信我不说你也知道 在挑选剧本这方面 我从来没有失手过 简直是自恋到家了 过段日子 我就要去巴黎拍雷卫松导演的电影了 我不在家的这段日子 你打算干吗 不用你管 你只要知道我很忙就行了 现在你要准备下一部作品了吧 听说你们正在看女王的外出的剧本 不要借那个 什么 不要借那个 借这个吧 我出国的时候 别一天到晚就知道购物 没事 在家好好研究研究剧本 认真分析一下 那个本子 可是我最先pass掉的 把张喜平塑造成 对宿宗一片痴情至死不渝的女人 这角色一点都不适合我 而且观众也不会接受我演那种 全情到底的角色 不 你适合 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为止 一次都没有挑错剧本吗 你从来都指向自己想演的角色 而我呢 会先考虑 观众想要看到我演什么样的角色 作为演员 不能一味地走在观众前面 让大家跟随你的脚步 而是应该先进一步了解观众的诉求 跟随观众的意愿走 现在 应该是把叶欢迎展示给大家的时候了 跟我结婚后的第一部作品 应该把你作为一个演员 一个女人的一面展现出来 这才是大家对你的期待 那你就先放在那里吧 出空我会看看的 也许随手丢进碎纸机也说不定 吃吧 目前还不知道性别吧 嗯 还要过一段时间 不管时儿是女 我要把她培养成 有能力继承我家凯依集团的人 你也是 要陪她一起 慢慢强大起来 这回出差的时间会很久 父亲是打算考察我的经营能力 要想抓住想要的东西 就得先把手里拿着的东西放下来才行 嗯 等孩子出生之后 你就不只是凯依集团的儿妻 而是凯依集团 未来继承人的母亲 这身份 就完全不同了 我说的话 你要好好记住 真好真好 快快快 来 我差点忘记拿了 稍微等我一下 嗯 挺挺合适的 谢谢 嗯 为什么我的服装师 会把手 放在我老公的胸口上呢 这个 这个不是宋善花吗 世界时装之院上的宋善花 不就在这儿吗 嗯 医生啊 赶紧跟宋善花约个时间谈谈 把合约备好 这种资源 可得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 不然很快就会被别人敲走了 它会成为我们公司的夜欢迎 沿西城 别急 我来帮你game over 您吩咐说要挖掘信任 所以我把所有信任的简历 都拿过来 先放着 知道宋善花吧 带她来见我 外面传闻说 宋善花已经跟非凡娱乐签约了 您难道不知道吗 毕竟是颜西城发现的它 按理来说 签给那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喂 演艺圈哪有什么理所当然的 什么不都是看条件吗 赶快准备一份给宋善花的合约 别按照新人的标准弄抄 一线的标准来 好的 一线 两人之中必有一人 是颜西城的秘密恋人 自己老婆服装师宋善花 或者凯依集团正太范的老婆 但是现在需要找到更有力的证据 可照片画质太差 不够说服力 就是说 不管是哪个女人 只要找到证据的话 银西城这小子 就会被全世界唾弃是吧 那万一 是和自己老婆服装是个歪欲 这带娱乐圈很正常 顶多 算是个绯闻 那万一 是南明星跟集团继承人的太太 坠入爱河的话 这可就 是演艺界的大丑闻哪 是超越道德底下的婚外恋哪 哥 我做过调查 正太范的老婆豹家人 和颜西城是同乡 他们在一个村子上大 哎呦 你终于做到了 太棒了嘞 来给你亲一个亲一个 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让欢迎那个臭丫头放弃继承权 该不会让我耗着掩开她撑垢三年吧 你抓点紧好吧 本来就是一段 因为遗嘱被迫促成的合约婚姻 想让她结束有什么难的 在那之前 先谈谈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的要求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的要求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这不算了 真不算了 是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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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谢谢谢谢 祝贺你 谢谢 加油啊 加油啊 好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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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c 你给的爱是最好的 我一定好好保护着 我们收好了 一起幸福的过 你是我的Vitamin 你是我的Energy 我们要一起去证明 最佳情侣的默契 坐吧 听说这个地方是您的私人专属 不好意思 我都这样闯进来了 都是一家人了 别那么客气 以后想来随时都可以来 听说你接了部电视剧 恭喜啊 对啊 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上周刚搬进公司安排的新家 第二天早晨下雨 我就跑出去准备收衣服 以前住在顶楼的时候 一听到下雨声我就跑出去 现在都习惯了 我也是 是 以前我住地下室 后来搬家一个月以后 我都没有打开过窗户 因为我都忘了打开窗户 阳光会照进来 对了 我最近正在练习一个剧本 如果您愿意陪我一起练习的话 我觉得肯定对我表演上 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 怎么了 我就是拿来练习的 难道 没事 那我们从第四十七场开始吧 西城 应该是在屋顶晒太阳吧 明天不是要去巴黎 准备雷贝松导演的电影了吗 她说想静静 怎么办 提早分析完了剧本 差不多该告诉她结果了 颜西城 就算是出国前的惊喜 你喜欢我什么 是眼神 还有呢 是您的嘴唇 每当在殿下身边 看您深思的脸 我都有想要亲吻 我们殿下嘴唇的冲动 只是一直以来 抑制了这种想法 我 爱殿下的 所有 是谁 我 别了 我 别了 她 离不开你的唠叨 让真实的表情变得不太难 张喜萍的千年之恋 你跟那边的制作人交涉一下吧 一周之内会给答复 倒用我的脸可以忍 但是 摆出这种劣质的姿势 绝对不能忍 去开车 我们去找她 什么 现在去找她吗 为了保持你完美的形象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只能违背自己的意愿 接受我的提议 我们的婚姻是逢场作戏 是 上次 凯依集团宴会上发生的事 我跟你正式道歉 是我失礼了 对不起 你变得温暖就不怕天气太糟糕 就让微笑 变得不那么难找 就让拥抱 安抚不安的心跳 我内的爱 我内的爱 离不开你的微笑 变得不再淡眠 我内的爱 离不开你的唠叨 在爱边不停环绕 我内的爱 离不开你的拥抱 大家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